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疯狂猜定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动物成了世界的主宰 人类沦为宠物被肆意贩卖的电影 在一个看似再正常不过的童话世界里 动物们告别了原始的行走方式变得和人一样 它们可以直立行走像人一样的生活 在大街上,一只表情严肃的兔子骑着一辆电动车 停在了一家名为阿库宠物店门前 就在它抱着箱子准备下车时,掉下了一桶汽油 然而它并没有捡起来,反而踢进了车底 似乎在隐藏些什么 兔子进入宠物店,店里满是购买商品的动物客人 而令人震惊的是,橱窗里面被挑选的宠物竟然是人类 这些人类小孩被贴上与其相符的标签,供动物们参考 原来这里是一个人与动物相互颠倒的异样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动物才是世界的主宰 而人类却沦为宠物被肆意贩卖 小孩的长相和性格就是价格的评判标准 有的甚至会被进行特买 兔子经过一番观察之后,他将纸箱子交给了宠物店前台 打开箱子,原来里面装的全是给人类使用的项圈 与此同时,一笼子的人类被作为新品推进了仓库 兔子也跟随着进入了房间 看见房间角落里放着一个破碎的笼子,似乎有人类逃跑了 而房间另一边的繁殖室里,山羊老板正在查看被新送来的人类信息 但在一个画满对好的货单上,一个错号变得格外显眼 很显然,这个人类因为营养不足而不合格 他被带到山羊老板的面前,这就意味着他没有继续被留下来的价值 瘦弱的男人试图进行反抗,可结果可笑而知 随着一声枪响,他就这么结束了迟辱的一生 然而这残忍的一幕,却被角落里的兔子看见眼里 他愤恨地握紧拳头,但这并不是兔子作为动物该有的表现 在手术室门口,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被贴上了标签 而兔子也离开了宠物店,随着他记忆被打开 原来兔子曾经也是被贩卖的人类 兔子拿出了准备好的引爆器,打算引爆藏在项圈里的炸药 因为他知道在这样一座反除之城里,人类是没有任何获救的可能 而活着只能带来无尽的痛苦与耻辱 在一番挣扎之后,他颤抖地按下了引爆开关 30秒后,整个宠物店接连爆炸 无论里面的动物还是人类都逃不过被烧毁的命运 目的达到后,兔子露出了人类的本来样貌 用那桶掉落的汽油烧掉了兔子的伪装 其实兔子就是那个破碎笼子中逃出去的12岁少女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今天我们讲到反除之城 记得点赞加关注,下期精彩继续